大年除了有开工第一天 不少立法院员工准时上班 回归工作岗位 但打卡时间九点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早上十点的时候 还是不见院长韩国瑜的身影 大批媒体记者在正门站一排 有不少议题要来问 立法院长韩国瑜的看法 却全数扑了空 来到正门上方的院长室也大门申索 开议时送来祝贺的花 还对放在走廊 倒是秘书长周万来早早就到了 还有其他单位的员工来找他拜年 韩国瑜担任高雄市长时 就迟到跟中午才离开官邸的记录 让外界放大检视他的上班时间 这一次重回立法院 虽然前几天有准时在九点前出现 但放完农历年假就不见人影 脸书也停留在前一天 到埔里走访了行程照片 询问立法院工作人员 也只说他在外还有行程 具体地点并不了解 为了凸显认真的形象 民选政治人物往往比谁更早上班 而即便媒体高度关注 韩国瑜依旧很做自己 更显得韩式风格鲜明 明日新闻综合报道